大陆近期新设四家海峡两岸交流基地 国台办新闻发言人马晓光 在16号的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介绍了有关情况 为创建更多的两岸交流合作的平台 给两岸同胞提供更多 回顾历史品味文化 畅许亲情和共同发展的机会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 最近批准在浙江台州 焦江区大陈岛 湖北襄阳宜城市张自忠将军纪念馆 福建厦门集美闽台沿学旅行基地 广西南宁昆龙关战役就职 等四个地址 新设四家海峡两岸交流基地 这四家交流基地各具特色 或承载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 或者作为两岸青少年交流的重要场域 那么已经在两岸交流合作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扮演了重要角色 我们一贯积极倡导 加强两岸交流和民间往来 热诚的欢迎更多的台湾同胞 到这些交流基地 马晓光表示 从2009年至今 中央台办 国台办 已经先后在山东 湖北 福建 等23个省区市 批准设立了75家海峡两岸交流基地 这些交流基地的设立 为扩大两岸交流合作 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 发挥了重要作用